你娘说她想你 爹又何尝不是呢 对不起 扎儿知错了 你娘 怀你怀了三年六个月 花开花落 春去秋来 爹爹盼了你三年六个月啊 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 你怎么就又走了呢 如果不让你去学什么法术 你就不会去东海龙宫 惹那么大的祸 都是爹爹不好啊 都是爹爹没有留住你啊 是爹的错 爹对你关心太少了 亏欠你的太多了 这不什么卑鄂 要是 不认识庆幸产的 假讨是 你言伤的 说我 我 你 你 爹 我知道错了 您就别跟我生气了 爹 爹 爹 他看不见我 你此次涅槃 已是逆天而行 须以断绝仁伦作为代价 当下 你唯有履行上天的使命 方可回家 与令尊令堂相聚 我才不要断绝仁伦 爹 就不吃饭了 你要断绝仁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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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吒 娘好想你 娘 娘 娘 我回来了 娘 我回来了 哪吒回来了 娘 为什么我碰不到爹 也碰不到娘呢 娘 哪吒 为什么不来看娘 哪吒是在梦里也行啊 娘 明天我就去帮小龙女傅姓东海 我会把全天下的妖魔鬼怪 全部都消灭 只要你们就能够看到我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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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回来了吗 看到少爷了吗 夫人 我没有看到少爷 哪吒 哪吒 明明你已经回来了 为什么娘却看不到你 娘好想你 我好想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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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好 将军 快 我 我 快 我 好 我 那 你 你 有 我 你 有 没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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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为什么偷吃啊 将军 我夜巡回来太晚 早上没有吃饭 你还说 目无军技 藐视军威 你既然作为军人 违反了军技 就必须受到惩罚 将军饶命 跟我来 是 这回这小子可得遭殃了 来 先吃个糕点 爹 你开玩笑啊 你为什么不罚他 来 把手给我 你这儿 你叫陈虎啊 将军知道属下的名字 我也曾经有一个 像你这么大的儿子 将军说的是哪吒少爷吧 你先好好养伤吧 等伤养好了 再回来练我 将军 您不罚我 不罚 以前只要我犯一点小错 你就对我又打又骂 现在这家伙偷吃东西 你不但不罚他 竟然还亲手给他包砸 这也太过分了吧 所以我只要有的是哪吒 比六年 你还要把他招讨 既然跟不上的 我现在有什么 就却不見你了 但我最后 是因为啊 也能够成才啊 其实哪吒颇有先缘 又得到先术高人的指点 我是怕他年纪轻轻 容易自门 走岔路 虽然对他更加严厉的要求 现在想来 都是我这个为人父的私心 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那我� Whoseo say 我再见读 你们都其心 纯洞 是 这是什么 我觉得快不开 全部都已经迫不得了 眊洞 将军 刚才说的那些话 其实是想对哪吒少爷说的吧 是啊 可惜 他再也听不到了 去吧 是 将军 是 将军 爹 虽然这一次我活下来了 您和娘亲都看不见我 您却是第一次这么深地让我感受到 您对我的爱 您总是说 都是娘的错误 其实都应该怪我 怪我以前不懂事 怪我总是惹你们生气 怪我不懂得 您的良苦用心 这次太义师尊和观音大师 给了我复生的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 待孩儿朱小龙女复兴东海归来 爹爹说什么 孩儿都听 爹爹 cliche都听da 这样吧 要应该账 自己知道 所有人都已经转了 这次新牛ANK 你心推了 爹爹iness 四海算什么 本就是我妖族的囊中之物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 那您担心什么呀 想当年 我父王与那所谓的 玄门正道之人大战 最后被敖广所伤 丧失了九成法力 才落得被太乙真人 封印五百年的下场 至今都没有恢复 那太乙真人 原本法力不敌我父王 使他使了诈 利用玄天之力 借用天地间太号正一气的能量 才得以封印住我父王 也就是说 我父王这些年 一直被太号正一气所克制 女王 那可不好对付 好在天道循环 不极必反 就算是太号正一气 也不是恒久不变的 我们只要等到太号正一气衰退之时 佩及四海龙王之血 加上金水令牌 银水令牌的法力加以催化 我父王的法力不但可以恢复 更能强盛以千百倍 到了那个时候 女王一定要在妖族大帝面前 替属下多多美言几句 像你这种小人 只会想着你自己 女王 属下对您是忠心耿耿 日月可见哪 还望女王多多照拂 放心吧 我们妖族不会亏待你的 谢女王 不过眼下倒是用人至极 哎呀 您放心 属下一定任劳任怨 任凭差遣 可是你闻不能出谋 武难以匹敌 不过好在你够阴险 够狡诈 本王这就派你 去水精灵那里 套取金水令牌的咒语 谢女王陛下的夸赞 属下一定会竭尽所能 套出那金水令牌的咒语的 你给我把小龙女他们 看好了 那 那南海龙王怎么处置啊 南海龙王 这个背信弃义的老东西 还想在本王面前 讨什么情面 来 对 二王叔 你如今把我送入这儿 便是把东海最后 一点希望都给毁了 你们都别说了 你们要么就是骂 要么就是不甘 但是我们也是抵不过妖宗 我也是背逼无奈 我为了减少 我三海族群的伤亡 我都是为了大家 好吗 你若是真的为了我们好 现在就放我们走 为时还不晚 王二 若有来日 我肯定第一个杀了你 去 把他嘴给我堵上 是 二王兄 你即使再怎么堵住 三王兄的嘴 你依旧还是堵不住 他的怒火 就像你再怎么堵住河川 水还是会会在海里 你还是收手吧 事已至此 你让本王如何回头 你们欣喜东海 本王难道就不欣喜 我的南海众生吗 可我四海原来是同宗 同宗上下一击 昨今我父王已经落难 我让王氏 你是想亲手把剩下的三海 全都送入覆面吗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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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龙王果然看得清形势 只望 射击往后 能够 好好善待他们 这 就不关你的事了 来人呐 是 将他们打入大牢 和东海龙王 好好相聚 小龙女 另行关押 是 果真被我猜中了 偏偏不听小爷的劝 才会落得这个下场 小龙女 小爷 你家摩昂哥哥跑哪儿去了 还不是要小爷来救你 玉线 玉线这是怎么了 我现在已经是东海的女王 在大厅广众之下 待我如此亲密 要让人看见我该如何服众啊 都说我不好 我太想你了 不过 我们马上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此话何意 大帝现在已经收服了这个火龙使者 好 这个火龙使者法力还行 你被妖力所蛊惑 绝无而行 只要你一句话 我相信 大帝会立刻派我在你身边 这样 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没想到 这火龙使者法力如此高强 能带替你的位置 既然如此 你便陪我去魔宫 向大帝要人 如何 好 什么 小龙女被二王叔抓走了 正是 大王和北海龙王 也被一并带往东海 怎么会这样 难道真的被所谓的哪吒说中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诸位 让我杀上东海 这 太子殿下 属下认为 如今绝非救援东海公主 跟三位龙王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 救自然是要救 但是当下 大王和被害龙王皆也落入敌手 难以调请援兵 我军势胆力薄 并且 我们对东海防御一无所致 此时前却 无异于以卵击食啊 太子殿下 实不相瞒 已经有不少弟兄偷偷出走了 剩下的这些 都是忠肝义胆之事 虽说大家都是汉不畏死 但是贸然前往 只怕 一来 是灭了军心 这二来 会寒了将士们的心哪 还望太子殿下 放下儿女情长 够了 儿女情长 简直一派胡言 现在四海 眼看要落到蛇姬手里了 若不及时出兵 难道要看到为所欲为吗 莫昂太子 不必多说 我心已决 你若是不愿扶我 带着营中士兵 逼去便是 我倒要看看 这四海的勇士 是不是要眼睁睁地看着四海崩离 太子殿下 今日之事 绝非我等有窃战之意 若有来日 我倒还愿效忠摩昂太子 万死不死 太子保重 太子 还有谁要走 还有谁要走 宫德 誓死追腿 魔王太子 是 小兵 徒兵中海 父王 四海龙王和小龙女已被我擒获 好 干得不错 能被父王夸赞 是女儿最开心的事 本王早就说过 他们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大帝通天彻地 属下佩服不已 这三界很快就是本王的了 父王一统三界 威震天下 大帝一统三界 威震天下 威震天下 父王 女儿此次前来 还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你们全都退下 是 女儿出统四海 急需稳固根基 现在 正是用人之计 女儿这次前来 希望向父王 讨得一名手下 帮助女儿统领四海 那你心中 可有合适的人选 女儿心中 自然有合适的人选 还望父王 忍痛割暗 你说小龙女多好的一位公主啊 南海龙王怎么能做这种事啊 小点声 此话万不可被别人听去了 要怪就怪那个蛇姬 从现在开始 你只需点头或者是咬头 听懂了吗 点头 点头 刚刚你说小龙女公主 那我问你 她和母王现在在哪儿 你知道吧 小龙女在哪儿你知道吧 她现在在哪儿 我问你她在哪儿呢 你点什么头 好 给你紧开法术可以 但是你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谢谢小爷 你可千万要手下留情啊小爷 我问你小龙女 我问你小龙女在哪儿 小龙女在龙宫西侧的地牢里 那边 那边那边那边 干嘛 小爷 你还是把我弄成她那样吧 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 小的也定然脱不了干系啊 好 如你所愿 还有这碗呀 有了 小龙女 女儿想向父王讨 火龙使者 大帝 万万不可 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属下 属下认为火龙使者 方才会不公立 心性未定 要是让她辅佐公主平定四海 恐怕有些不妥吧 暗黑使者的意思是说 本王没有任人之能 属下不敢 那你心目中 有什么更合适的人选呢 大帝 属下熟悉四海地形 对东海了如指掌 如若辅佐公主平定四海 属下贸然 自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可 父王 暗黑使者辅佐您多年 自是您的左膀右臂 本公主怎敢见语 更何况 这火龙使者乃火尖枪所化 本性属火 又是哪吒五剑法宝中 能力最强的 自古水火相克 若用这火龙使者 去钳制住水族 女儿相信定能成功 不此 想向父王讨着火龙使者 助女儿一臂之力 好 本王准了 谢父王 大帝 你还有何话要说 属下不敢 这是 蛇姬 你先回东海 本王随后便让暗黑使者 送火龙使者前去 是 好 你们退下吧 女儿告退 女儿告退 属下告退 你这是为什么 此言何以 只要你在大地面前一句话 我定会留在你身边 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火龙使者 我刚才在大殿上 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我不相信 雨仙 是我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 怎么会呢 收复四海你功不可没 我选择火龙使者 也是为了我们日后着想 雨仙 我知道你心中有黄图霸业 若是我陪在你身边 比那个破枪好上百倍千倍万倍 我贵为妖族公主 东海女王 我选谁为我效力 我还要问你吗 你曾经答应过我 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如今你跟东海龙王 已经没有了夫妻名分 我们不是正在一起 你还不知足什么 雨仙 你明白我想要什么 我当真是不明白 我想要的是明媒证据 夫妻名分 让整个三界都知道 雨仙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人 你看你 我们才刚刚收复四海 银水令牌还不知去效 大爷才完成一步 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雨仙 我并不是没有分寸 四海龙王如今已经被牵获 银水令牌唾手可当 我们是不是该想想 我们日后的事情了 我们 我想到的只有我自己 祝我父王一统三界 统领天下 才是我想要的来日 你只需尽心辅佐我便是 原来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 利用 我们只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雨仙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想要的 你根本给不了 我想要鸿途天下千秋霸业 我父王给了我公主之称 敖光给了我王后之名 你能给我什么 你不过是我父王身边的一条狗 我 雨仙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的体内早已被我埋下毒蛊 你最好给我乖乖听话 要不然 是否收回你所拥有的一切 都在我一念之间 雨仙 我想问你 难道你对我 没有一点感情吗 别说一点 半点都没有 好 你们几个把他给我看好喽 是 鱼姬大人呀 属下是奉女王陛下之命 特 神迹什么呀 宰相大人 还望宰相大人 多在蛇姬女王面前美言几句 我南海子民一定安守本分 绝无一心 好说好说 你要干什么 蛇姬女王已经答应我了 只要我把小龙女和其余龙王 秦至东海龙宫 就会让我继续在南海主位上 是吗 我不管女王陛下许诺过你什么 我只知道 女王要我取下你的相上人头 离 来人呀 在 把他给我拖下去 是 好啊 背心起义 逃无成性可言 放给我 二王叔 好啊 还二王叔长二王叔短啊 我的小公主 你都自身难保了 愁在下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我们水族众人 你怎么能助纣为女帮那个妖妇 一起迫害自己的亲族呢 亲族 你等阶下囚 不配和我做亲族 我只知道女王陛下 对我恩重如山 我定当尽心尽力地辅佐于她 恩重如山 那我父王呢 他当年救了你们一家老小的命 他那么相信你 安排你在他身边 结果呢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过不过就去 有什么过不去 过在你们身边 你们对我忽来和气 任意之事 把我当成奴仆一样 我堂堂一个宰相 你们给给我应用的尊严吗 宰相 你的宰相之为从何而来 问问你自己 谁给你的宰相啊 好 不的 你以后 我需要几分 哪儿 都要几分 都要不由我 才能回来 那么 caucus 不是 这次呈顾 你可能有点 请来 这次呈顾 我最有认为 真的好爽啊 我就算狼狈 也不愿与你这品德低贱之人多言一句 快回去找那个妖妇吧 是是是 本宰相都要看看 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给我看好了 真没想到啊 你也有今天 老二 你活该 你这个残害亲族投体求容的狗东西 你不得好死 你根本不配我们狗族的称号 狗东西不得好死 三王弟 谢谢 磨昂这个家伙比我还不靠谱 怎么能让小龙女孤身涉险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人 地牢重地 任何人不得擅闯 二位君爷 小的是奉宰相大人之命 前来给里头那位送饭的 你可有腰牌啊 有有有 有 原来是奉宾大爷呀 小的刚才 多有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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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您请 你们两个非常不错啊 非常经得起考验 本大人会在女王陛下面前 多替你们美颜几句的 多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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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脚下 您慢点儿 您慢点儿 公主 这是宰相大人让我前来给您送的饭 我 我不吃 你带走吧 不吃正好 反正也是假的 你出去吧 我是来找你报仇的 报仇 我 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什么地方得罪过我 你这个问题问得还真是 是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吧 为什么你对每个人都挺不错 唯独对我这般 还有当年在昆仑仙院的时候 每逢大考 你连个答案都不给我抄 你来干什么 谁让你来的 不想看见我啊 那你想看见谁啊 摩昂啊 你们家摩昂哥哥早就 你们家摩昂哥哥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还是小爷带你逃吧 外面有数位 我的天哪 你们这个龙虎猫主 怎么像小狗一样咬人啊 外面你两个兄弟 竟然把我们的小狗拉走啊 救命啊 走 走 恭迎女王陛下回宫 恭迎女王陛下回宫 敖亲那边怎么样了 回女王 女王陛下呀 身怀毛氏之略呀 属下已经监督敖亲 将小龙女抓入东海 现在呀 关在大牢里 敖亲本人 属下也亲自将她抓进大牢 和她兄弟们团聚了 好 这次你辛苦了 属下对女王啊 那是忠心耿耿 凡事啊 必须亲力亲为 生怕坏了女王的正事 没想到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坏水 倒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谢女王夸赞 属下文不成 武不就的 但是 只要能替女王出谋划策 哪怕废寝忘食 哪怕担 依宰相所言 此事乃是你一人之功 属下 绝无妖功之义 比赛